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皮诺康尼角色攻略 笔尖罗莎 加拉赫角色攻略奶爸击破 加拉赫配对一气光追治疗能力对比崩坏星穹铁道 本期给大伙带来火系蜂鸟奶爸加拉赫的角色攻略 生存为竞争激烈罗莎和霍霍两大限武蜂鸟在前 私心蜂鸟奶爸还有就业空间吗? 有史又在哪里? 加拉赫的普攻是两段单体攻击 一格薛刃 最重要的是施放大招之后 下一次的普攻会变为强化普攻 攻击段处变成了三段 薛刃效率也变成了三格 直接就跟单体大招一样了 薛刃能力非常恐怖 另外伤害倍率提高 还会给目标施加一个减少攻击的debuff 加拉赫的战技普什无华 单体固定1600的治疗量不失生命和攻击属性 终结技 一段群体攻击 全体两格薛刃施加一种鸣顶状态 同时将下一次普攻变为强化普攻 天赋的这种鸣顶状态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提高目标受到的击破伤害 属于异伤成居 或许未来会出现打击破和直伤混合输出的阻息 加拉赫此时可能就会派上用场 第二个作用是类似罗刹结界 我方角色每次攻击目标后会回复640点血量 解锁额外能力1后会将击破特攻转化为治疗加成 150%击破特攻吃板高达75%的治疗加成 大幅度提高加拉赫的治疗能力 解锁额外能力2后 释放大招能立刻对自己拉调100% 直接打出一套AQA的施滑连招 因或使用的大招也能增加一次急救奶和快速击破的机会 解锁额外能力3后 一次强化普攻可以让天赋的单体奶变成裙带 进一步增加生存的容错率 资料量对比 罗刹光追选择4星等价交换 甚至选择充能或者攻击 加拉赫光追选择蝶5阶的合物为真 类圈怪盗4件套 副词条有10个积末 面板就已经达到151%了 第二列的100%击破特攻 是模拟光追不带合物为真的情况 可以看出加拉赫的资料量非常合格 人村小罗刹担保一对完全没问题 这是缺少罗刹的自动奶 以及自身的天赋奶需要大招启动 即使你带其他光追 只有100%击破特攻 战绩治疗少400 天赋治疗少160 也是可以接受的 此时你就可以带等价交换 此时恰好就这种功能性光追了 削刃能力和击破伤害 加拉赫的强化普攻 足足有3格90点削刃 AQA非常漂亮的一套数字三连 总共可以打出30加90加60等于180点 6格单体削刃 可以直接将12格韧性条的Boss打掉一半 削刃能力很强 很容易抢到击破的机会 并且天赋还有击破伤害一伤 另外我们也计算一下 在有火弱点的情况下 加拉赫的击破伤害到底有多少 可以看到击破一个12格韧性长度的敌人 击破伤害大概在3万左右 不是非常高 火击破的上限还是低了点 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真正的物理击破C 我看波提欧就很有这种前置哦 负面能力 前面技能也介绍过了 加拉赫能够施加两个负面效果 强化普攻 可以施加单体减攻的Debuff 终结技可以施加群体的特殊Debuff 有击破抑伤和攻击回血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两个Debuff都是必中的 没有那该死的基础概率设定 不需要对效果命中 循环和禅点 加拉赫的能量上限是110带冲能神 开局EAA即可充满能量 如果有一命 近战直接回20点能量 只用一次普攻和兽击 即可移动充满能量 这场循环中 大招后稳定接一次强化普攻 后面只要EAA三动施放一次战技 即可充满能量 整个循环三度还能产两点 虽然比不上罗刹的全程普攻产点先人 加拉赫的产点能力也是相当不错了 光追方面 选择加拉赫当奶爸 我们就抛开三张五星风扰光追不谈 看看四星的选择 拥有专属卡面的四星光追 合物为真 会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直接在商店兑换就行 基波特工更容易毕业 还有自保能力 加拉赫自身有百分之百拉条 行动次数非常多 所以带等价交换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里有个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的知识点 黄泉的特殊能量机制 始终稳定是等价交换的触发对象 所以加拉赫和黄泉组队 等价交换的随地性就更大了 每次都可能在黄泉身上发挥无效作用 这一点值得注意一下 光追此时恰好增加效果抵抗 加拉赫自身行迹自带百分之二十八 一命甚至直接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效果抵抗 非常的不要脸啊 再加上龙骨 点影一的此时恰好 就已经有百分之一百零四的效果抵抗 直接免疫所有的控制和斗的效果百毒不清 另外很多人享受的一张三星光追 凡希普空自拉条看起来非常合适 但实际上除开白子低的缺点外 加拉赫只要使用战技就失效了 并且普攻加大招也有自拉条 那光追的这次拉条也失效了 所以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退一步说多移动早点放大 也不像霍魂那样的大招收益高 一切方面 外圈一般选择怪盗四箭套或者怪盗和钟表匠的2加2组合 击破特工没堆满影响也不大 治疗量差距很小 如果你副词条足够多 也可以怪盗2加过客2 进一步增加治疗能力 内圈一般选择仙舟或者龙骨 增加一定的辅助增伤能力 盗贼公果是不建议的 刷的少 贩用性也差 主十条 躯干选择治疗量加成 鞋子选择速度 球选择生命 绳子选择充能 副词条 速度大于击破特工 大于奇搭 配队方面 罗刹能进的队伍 加拉赫都能进 自身有挂debuff的能力 所以也适合进入真理医生的队伍 能给自己回血的医生才是好医生 你说是不是这个链 然后就是黄泉姐的负面队了 如果你的存护角色给了另一队 或者没有宇宙市场趋势这张光追 那么加拉赫进队也会是不错的选择 注意此时光追不要带等价交换 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 加拉赫的星魂提升也很不错 点到暗命就机制完整了 星魂1进战回能 开局凹兽7可以移动一大 50效果抵抗 让你直接解锁百抗奶霸 百毒不新 星魂2战机解控 提高目标的效果抵抗 色星来解控是必须的 星魂4大招造成的debuff延长一回合 真理队伍的负面效果 击破队的击破一张 都能维持得更久 天赋的奶量也更多 星魂6击破特工提高20% 蚊子腿收益 击破效率提升20% 阮媒大姐姐会心一笑 大招加强谱的五点宣论 变为六点 还是有收益的 总的来说 加拉赫作为四星奶爸 强度是绝对够用的 缺少谢武生存位的开拓者 完全可以练起来 真理队和黄犬队 缺少负面都可以进队的 记得关注再走哦